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今天要带大家的是关于猴头菇的应用料理 这是新鲜猴头菇 它长得很可爱吧 要先稍微冲洗一下 然后主要的步骤是我们要让它 大概烫个10秒到20秒左右 去它的苦味跟酸味 然后记得把水分挤干,压干 关于料理呢,我会跟着时间走 就是现在合作设架上有什么蔬菜我就会吃什么 然后颜色的话呢,我会搭配的很多样化 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去记得 红色、黄色、蓝色或白色 它的植化素是什么,营养素是什么 你就用颜色来替代 你吃的颜色越丰富,你摄取的营养素就会越丰富越多 生豆包,我很喜欢它 有机会再教大家生豆包的相关料理 这是我用的食材表 都是我们现在架上很多的 然后酱料我用了生抽跟酸甜酱比例是1比4 记得姜片先下,先稍微编一下 然后我就倒入猴头菇 猴头菇它有很丰富的营养 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含有很多矿物质跟维生素的好食材 然后因为它有不饱和脂肪酸 跟多糖体、多种氨基酸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哦 干燥猴头菇要料理的时候会比较 处理程序会比较麻烦 所以有新鲜猴头菇 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方便 当然它也是有产剂的 所以现在有猴头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多买多吃 看我都会甩锅哦 老师是有练过的哦 甩锅的前提是锅子不要太重 然后甩锅是因为它可以让食材跟调味 它的混合是可以非常均匀的 大家可以练一下 这道菜我从备料切到整个料理丸 不用10分钟 它很快而且很简单 而且营养丰富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我们下次见咯